他就是用那种很传统的 他的传统的惯场 而且惯场你方式不对 其实事实上他会有很多 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一个正确的方式跟方法 你怎么样去使用 那我觉得我们先请欧阳金老师来 因为下午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明天会有延续的课程 我想说就请欧阳金老师 来先跟大家见个面 我要先 真的您可以掌声鼓励一下 可以为他的生传掌声鼓励一下 猜猜他几岁 我猜猜他几岁 18 这是他的实际年龄 地球年龄 但是他的外表年龄 是你现在看到的 是这个数字哦 不是6岁啦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真的很高兴呢 罗慈欣还有郑董 罗慈欣 欧阳秀 这个 领见的 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认识 我也是呢 这一次呢 我是从国外回来 也是专程为了演讲的事情 我希望把我自己所学的跟大家分享 我又因为时间很简短 可是我接下来有一个钟头 我会大概 比较详细一点介绍 我现在简单的讲几句话 刺上一个人有两个嘴巴 除了这个口腔还有肛门 今天讲到说你吃不动的 没办法吃的人 他就会从肛门倒落 所以事实上呢 不要把这个东西灌肠啊 或这方面感觉它很肮脏 事实上呢 它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呢 身体健不健康 不是你吃下去 对不对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 因为很多的污染 所以造成很多的毒素 要怎么排毒 要先考虑第一 你讲不排的话 你再怎么吃 排是排 排是毒 所以呢 我自己在安博士那边 我在那个办公室 我做了两年多的工作 然后我在厨房里面 我做了将近一年半 怎么做沙拉酱 我沙拉酱可以做到几百种 当然很多种 所以我家的厨房呢 是开放式的 我家我自己本身呢 是百分之九十都吃生的 就百分之十熟的 那怎么样把生的东西呢 吃的好吃 那个酱很重要 可是那个酱一定是最健康的 所以我现在 我自己本身 我是十一个国家的顾问 我全世界跑来跑去 我是去年 四月份呢 才决定在中国 把我的健康事业拓展开 所以我到处去演讲 那最重要一点 我是希望就是说 就像郑董啊 蒸食物 他们的概念 希望把这个健康的理念 传播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社会 真的需要辞回健康 健康现在 正在走下坡 中国 在台湾呢 它是去年 大船还是全台第一名 在中国呢 预计2016年 也会大船第一名 那我自己的专业呢 就是消化系统 因为我在葛申里面 葛申事实上 它这个中心呢 它只能够给医生跟护士 可以在那边照顾病人工作的 只有我第一个 也是其中的一个 应该是到目前唯一一个 是学识营养的 那是因为安博士的介绍 因为我在厨房里面 已经做那么久 今天 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六 有open house 每礼拜六呢 我的厨房呢 我就会有两个助理 我就做了一桌的东西 完全深的 然后外面呢 就有脚 我那时候记得 好像五块钱美金 大家都吃一餐 很快乐的餐也回去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这边可以open house 我觉得这理念非常的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排毒 我为什么那么专职在排毒啊 为什么我自己呢 二十多年 每一天都在排毒 我每一天都灌肠 你要想想看 一个人的大肠 它的粪便是2.5公斤到3公斤 一条相交的长度是700公克 你有没有可能排三条 几乎没有 连我自己是有时候有 几乎有时候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早上起来呢 五点 我通常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习惯 非常的正常 二十多年都是一样的 我起来 六点我就起来 我起来呢 会先做15分钟的船上运动 完之后我就冥想 我有冥想 冥想完之后呢 我就会喝水 喝很多 然后做一点动作 我当然明天会做一点 这种排毒动作给大家看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会上洗手 我在七点以前 一定会上洗手间 排便 完了之后 我一定会灌两桶 就是我发明的 灌肠精的两桶水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我一个月呢 有两次大扫除 就15号开月30号 我大扫除呢 我就把大肠很多东西都起干净 可是很重要一点哦 怎么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排掉 不要忘记还要补回去 你只有排不补 那你绝对会流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一下子 搭肚子排便的时候呢 它有几样东西很容易流失 钙很容易流失 维生素B群的东西 这些东西很多的还有甲子 所以说我在灌肠的时候 我旁边一定会摆一些食物 那这个是叫明天我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 你又排又补回去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石油有限 我就简短的说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们在一个钟头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